就让我们有请会说场 会跳舞 爱跑步 爱篮球的甜言戏 爱的林肯冒险家 潮流新推官 姚晨 哈喽 主持人好 欢迎姚晨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日冒险家 也是白日行动家 姚晨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称呼你是百变小王子 能够hold得住各种穿衣风格 你自己觉得自己最适合哪种潮流的穿衣风格 我的话是喜欢尝试各种风格 就是自己平时休闲的时候混搭一下在家里面出门 然后也有很简单的那种风格 但是总结一下呢都是那种舒服 对 出门只要舒服 然后自己看起来舒服 喜欢就好 对 因为你自己舒服 别人看起来的话也舒服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他的一个潮流观 他就是那种自己喜欢就好 自由 前面那个主持人有叫他说姚晨非常喜欢篮球 我自己也有在微博看到健身 所以我想说除了这些运动之外 你会收藏球鞋吗 其实篮球也是初中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一个爱好 在初中的时候不知道 我们两个年纪应该是差不多到吧 对 我是98年了 我也98年 哇 98年 巧了 巧了呀 哎 你们聊 巧了 你们聊 当时就是在初中上学的时候 然后就是喜欢打篮球嘛 然后同学们都是在想 哎 我们今天看上哪双球鞋都会聊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喜欢的是杜兰特 黑衣的 因为他的粉 他的球鞋很多粉色的那种很亮色的 我知道那个颜色很亮 小翅膀的那种 然后詹姆斯的我也喜欢 因为他的那个球鞋 以前我很爱动 然后脚会经常受伤 但是他那双球鞋的包裹性非常好 厚重 对 我也喜欢穿 大家邀请你刚才还没有来之前 我们有三位共同经历了一场沉浸式的开箱 那么接下来 你来到我们这边的话 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限量开箱的惊喜 OK 其实我刚刚坐前面也有在后台看到直播 看到你们在开林肯冒险家COSER MONO的一个开箱 其实在活动前我也对林肯冒险家的系列早有听闻 没想到还是那么的惊艳 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待会儿的开箱 所以说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更胜文明 这就是我们的林肯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叶瓦和姚琛 为我们一一打开潮流之河 并且我们还有一波的福利 要送给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小朋友们小伙伴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发送 以纯粹赶风潮弹幕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德武TOP10爆环小白鞋 我们共同倒计时好不好 好的 来 5 4 3 2 1 朋友们赶快刷起来 以纯粹赶风潮 快点刷起来 快点刷起来 那么没有中奖的朋友们也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在后面还有很多的惊喜的福利 会带给大家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这边潮鞋墙汇集了德物APP上面最潮最有看点的一些鞋 我这么算下去白把双总有了 有的 对 然后那要不我先来开 好 所以你代表你先开一个 开箱直接 随便开 开每一个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是我刚刚就说 我是我最薪水的一双鞋 然后它是根据一个跑车的车型设计 叫的 Kobe 这个应该跟Kobe有什么关系吧 它是Kobe在 Adidas时期出的一款签名鞋 但是 就当时 老实说不太好穿 因为很厚重 然后 这底也厚 然后很闷脚 但是因为Kobe 它也是卖的很火的一个爆款 那我那个时候就 就零花钱不够 所以也在读书嘛 就分期付款买了一款 是分期存了好久 然后等到工作了以后 这个能够自由支费零花钱的时候 我才去买了一款 然后最好还是双球员版的鞋 然后 是Kobe 14码的尺码 但是应该是复课了以后 出给别的球员穿的 我感觉它这个 比较未来感 有那种未来科技感 对 它的那个设计是 灵感是代替的 像车的那种 跑车 对 就跟我们今天主题是搭的 这双鞋 如果让姚深 你来搭配衣服的话 你为什么搭配 白鞋是不是可以随便搭 白鞋 我觉得白配黑 肯定不会错 但是我觉得白鞋 你要配什么样子 让腿看起来更长 就是白色的裤子 对 白鞋配白裤 它是统一颜色的嘛 所以这样子 你的腿看起来会更长 所以说今天看到没有 姚深 白鞋配白裤 我就失策了 失策了 长知识了 下次就知道了 学到了 学到了 来跟我们开完第一双 我们现在开第二双好吗 第二双就隔壁吧 隔壁吗 好的 哎 这个白色也是白色 也挺有说法的一双鞋子 因为它是就Nike所有的鞋 货号是100结尾的 就代表全白色 然后它这个是Nike Air Force 1 1 然后它有一个特别企划案 叫做AF100 就是它把所有的这个鞋子 为了庆祝这个Air Force 1 35周年 就用白色的这个主题来做了一双鞋子 然后这双鞋其实是为了致近06年 有一款生肖款叫做豪狗 一个藏毛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些马毛的设计是为了仿那个藏毛的那种毛发 然后这一些的雷色和这些雕花的图案 是有一点西藏特色的地域特色的一些图案 白色鞋好看 对 但好看是好看 我也很喜欢 但是因为这个原来的设计师特别反对这双鞋的推出 所以最后耐克为了还是为了尊重这个设计师 就把这个设计给 就这双鞋给取消了 然后这一款是一款样品 就是在工厂里的样品 它的设计和一些材料都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对我淘了好久 说到鞋 叶瓦老师绝对是滔滔不绝 各个都是你的薪水宝贝 从鞋说回车 你觉得鞋跟车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处呢 有的 那不同的鞋子它设计元素以及细节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仪式感的一些体验 那也暗藏着这背后设计师的那份匠心 所以这双白杖鞋就像林肯冒险家外观和气质 那它鞋子的外形流线和车身的这个外形流线很彰显年轻人的气场 这款鞋子的鞋头鞋尾就像林肯经典标志性的车头和贯穿式的尾灯 白天和夜晚的辨识度都很高 对 没有太多的装饰啊 喧宾头组的这些元素 但突出了不从众不追随的独立态度 然后再给你开一个 再开一个 这个 它是 名字是叫Air Force One 波多黎各 但是因为设计师出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它是拿巴拿马的一个图案的风格 去突出了一个波多黎各的这么一个图案 那就搞的这个 DJ 这个瘦伤圈的有一个大神叫Cluck Cam 就很批这双鞋说你们啥都搞不懂 然后这双鞋也是取消了 不单取消设计它还把所有的鞋召回销毁了 但是就是就是 也是在网上淘了淘到了一双15保留下来 这个是挺少见的 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 就这样的一个鞋子 它看单纯看这个构造的话 就像是我们一些建筑一样 可以给大家带来很棒的一个仪式感 那从仪式感来感受呢 那我就挑我脚上穿的这块 这个内外灵动怎么都行 它有一个前臂的那个搭鞋扣的设计 所以就绑起来就很有仪式感 就像我们林肯冒险家Cosera Mono 限量版的迎宾方式一样 那车辆的室宽灯和尾灯会依次点亮 在路面上投射星标欢迎光碳 这整个仪式感就拉得满满 对 我觉得这仪式感营造让人难以抗拒的地步啊 钢琴建设的换挡将日常的挂挡动作 化弹为简 换挡之余呢 也可以像弹奏钢琴一样的优雅 同时还有别于其他车型 林肯呢 他是一个交响音乐的提示音 这个太高级了 听起来就非常想弹奏一曲 他是特地邀请底特律交响乐团 来打造的这么一个音乐 高级高级 像优扬的这个音乐贯穿整个驾驶旅程 林肯冒险家通过七色氛围灯 音乐动画按摩座椅 还有香氛等等软硬的配置 将车内的氛围调整到最贴合车主的一个状态 就共同营造一个书响十分钟的设计 听的是让人心旷神移迫不及待 对 而且这是一种 我觉得它肯定是精心策划的 就比如说它的灯光 声音 视觉效果 按摩座椅和香气等多维度的 就给我们带了一个沉浸式感官体验 从而促进放松和缓解压力的车内仪式 如果说仪式感1.0 它的美式豪华令人难以抗拒的话 那它升级到2.0这种双倍的升级 会让人更加的渴求 对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用鞋来比喻车的 但是我觉得毫无违和感 反而更加能够感同身受 对 反正鞋和车呢 我都喜欢 小朋友才做选择 现在我是成人了 是不是 两个我都要 说到这里我们第二轮惊喜的福利 马上就要开启了 观看直播的朋友准备好 我们还是一样倒数5秒 以发送已纯粹赶风潮弹幕 就有机会获得德物Top10 爆款小白鞋 我们一起来 倒计时月好不好 5 4 3 2 1 弹幕大军冲起来 冲起来 好那不耽误大家 我们接下来要不继续开箱 我刚刚比较激动 我哗一下开完了 要不摇手也来开一个 好那我来选一个 点攻击点到谁就是谁 好就他了 哇哦这双鞋不错 这双鞋我看 这双鞋跟那边停的一个 林肯 Casar Mono的颜色有点像 哥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他是李宁预算十四 十四嘛就是出了十四代的一年一代的一年一代 对但他没有主力的球星去推他 那以前有很多球星可能他职业生涯的限制嘛 差不多出个三五代就就没了 没了 对但是预算这个系列能做到十四代真的很不容易的 然后真挺巧的就是其实他和车一样他会在这个科技上面做一些升级 他这双鞋是用鞋面减重的 然后对他用的这个就运动起来更轻巧轻便 对但他这用的是一个Mono砂 Mono那不跟车的那个Mono一样吗 对对对太巧了太巧了 连色系都是搭的 对白色 他这个中底就跟我们车一样非常的耐用 耐用对然后回弹也巧 而且也挺高级的 我觉得就刚刚我们说的嘛 我觉得鞋跟车它都需要有一种科技感 所以说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包括让我们运动起来更加的安全 是的鞋的黑科技呢是为了穿起来更舒适嘛 运动起来就是跳得更高跑得更远 然后走得更快 对行走起来呢也更加的安全 那我觉得和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 限量版的科技感如出一者 对对 如果说李宁预帅14是回弹力最强的一款鞋子 那么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款 它一定是科技感能给你带来最直观感受的一台车 是的 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款呢 它提供了五种的预驾驶 是五种 对 针对它不同的使用场景情况下 它可以提供具有更加针对性的这个车辆调教 保障安全性 还有畅响速度的同时 又不失这种舒适感 美国车都是又大又宽 那种坐得像沙发一样 对 所以它会让你竞想这种悲凡的驾驶体验 其实我还注意到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版搭载的V2X车路协同技术 它是其他二线乃至一线豪华品牌同级车型中尚未引入的一种高科技技术 想象一下在每一个路口其他车辆还在手忙脚乱 寻找车道的时候 你开着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款已经计算出了 当前的速度能否在绿灯变为红灯之前安全地通过路口 并且给出相对的提示 因为它可以通过一个悬浮窗给你一个绿色的波纹 如果不能通过就会发出声音和视觉警报 你完全不需要在路口上上演抢黄灯这种危险操作 还没到路口就知道红绿灯还有几秒 这是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版领先同级的独到科技 这样的黑科技呢 我觉得已经堪比未来座驾了 所以我现在真的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体验一下 真的被你讲的 我现在也是想迫不及待地去感受一下 它带来的这种加持体验 那其实咱们刚才聊了这么久 不知道Wawa在我们的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版当中体验的如何 接下来我们请Wawa回到我们的现场 Hello 欢迎回来 Wawa刚才体验的怎么样 如果要我说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版它能这么酷 内饰和氛围绝对功不可没 这是我刚刚坐进车内最直观的感受 还有那个坐垫十分的舒适 感觉像坐在美式大沙发上一样 当坐进车内的瞬间 这瞬间你会爱上这种驾驶的氛围 不论是设计感材质用料还是人性化的细节 冒险家都做得很惊喜 车内空间利用得很好 腿部 头部 横向的方向 空间表现都很优异 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版 由金属 钢琴 烤漆 真皮打造的内饰 无论是观感 触感它都是一流的 而Savannah高级皮质包裹的座椅 它皮质很细腻 东满 又是那句像美式大沙发一样 对 非常兼具通风和加热的功能 对 不仅如此 那个踏板的脚感也非常的舒服 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版 还有专属的运动踏板 采用金属拉丝工艺 中间的立体防滑橡胶呢 具有增加摩擦力的这个效果 在唤起驾驶欲望之余呢 也能很好保证用户的脚感舒适 从而自信向前 真的是 听完一望老师这样讲 发现他不单单对鞋如此了解 对车也是如此的了解 林肯冒险家Cosella Mono限量版 它一定是澎湃动力的代表 全系标配的是2.0T的高功率发动机 最大能够爆发245匹的马力 然后又有390牛米的扭矩 这样的一个动力数据呢 在配合它的8速自动变速箱 整个换挡的过程非常流畅 这个动力输出直接 可以说是随叫随到的一个感觉 事不宜迟 我觉得我们赶紧上车 体验一下驾车的感觉吧 好 那咱们接下来 走吧 拜拜 我今天的搭配重点 就是纯粹为了好看 我今天特地穿了一双小白鞋 搭配简单休闲超服 比较纯粹的潮和动感 想说坐在林肯冒险家 Cosella Mono限量版的车内 能找到最舒服的自己 我今天的鞋底比较薄 主要是为了一会儿感受下 林肯冒险家 Cosella Mono限量版 同派动力的灵动感 达到人 鞋 车 和一体式体验 年轻时尚豪华气质 丰富配置 当林肯为冒险家 达到了这些实力时 就已经对林肯冒险家 Cosella Mono限量版上市后的热销 有了充足的信心 林肯所代表的美食豪华 在林肯冒险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